还是状怨牵香啊 火箭本赛季培养年轻人摆烂的计划仍然不会变 所以尽管杰伦格林进攻效率不高 防守差 但他的首发位置不会被取代 教练 我想打篮球 格林天天拉着塞拉斯念叨 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了 铭记Shames爆料格林回归打球这件事定了 这位火箭榜眼付出打步行者 他要对决13号秀杜阿尔特 克里斯杜阿尔特24岁身高1米98 这位13号秀成熟度高 攻防一体 拥有大心脏 本赛季场均12.9分 4.2板2.1 助攻一抢断 投篮命中率42% 杜兰特很喜欢他 火箭和步行者的比赛 会在本周五早上进行 喜欢格林的球迷可以关注一下 和哈登一样 戈登也不喜欢轮休 他想上场打球 之前因为担心身体健康 戈登服从教练组的安排 在背靠背不打 如今这位休斯顿 唯一的登哥 认为自己身体被棒 所以请站打背靠背 我现在感觉很好 很期待接下来的背靠背比赛 我已经准备好了 火箭需要我 美国时间 12月25号 就将年满33岁的埃里克·戈登 在接受铭记费根采访时 说出了新声 2008年以7号秀的身份进入联盟 戈登仍然不认为自己老了 投篮命中率48% 三分命中率44% 攻防一体 本赛季的戈登仿佛年轻了5岁 一些火箭球迷表示舍不得戈登走 希望他能在休斯顿中老 戈登选择和火箭提前续约 他当时确实是在想在火箭打到退役 不知道他如今的想法是否有所改变 戈登状态这么好 又是火箭的老臣 主教练塞拉斯不忍心让他打替补 根据一些休斯顿记者的爆料 塞拉斯计划 启用戈登 小波特和格林的三后卫战术 戈登出任首发 可以拉开空间和提升球队的防守 还能组织进攻 他可以带着格林一起打 这样一来 马修斯将成为替补了 现在看来也不能怪奇才老板抠门 为一个上限不高的落选袖交奢侈税 显然是不划算的 马修斯高光了几场比赛之后 最近体现出了他的真实水平 当对手开始重视马修斯的时候 他就很难在投的 那么舒服了 命中率开始下降 马修斯的防守很积极 但效率并不高 目前只排联盟第267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跃 地下转发跃 teri员 转发跃